今天要出去办点事 我的车来了 现在要上车了 现在已经上车了 刚才车突然来了 然后就没有办法跟大家说话 今天有阳光 在外面的话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 我昨天染了头发的颜色 就是还挺明显的 就是在阳光下看还挺红的 今天出门是要去外馆局 外馆局就是外国人在这个城市延迁的地方 其实我已经预约了 但是当时我打电话预约的 他们说我已经预约成功了 然后需要什么提交什么材料 包括哪天几点 他们会发邮件告诉我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收到 所以我今天给他们打电话了 但是热线电话真的很难打 一直都没有接通 所以我打算亲自跑一趟 直接去让他们写给我 直接给我 我觉得这样比较方便一些 我们城市的吊火车 水位不斑 现在真是感觉春天来了 我现在要去坐吊火车 我去那边会比较快一点 转车当中 走了几步路 就开始喘气了 放上队没 放上队了 还有两分钟车就来了 车来了 我现在要上车了 一站很短 所以很方便 城市里有很多站 微博班是沿着无破河而建的 它整个铁轨都在无破河上 它就没有占用街道 相当于把河道的上空利用起来 很佩服一百多年前 这些设计师他们的大胆的想法 而且我觉得很合理 现在已经一百多年还在使用当中 然后下车了 现在这个车站是一百多年前的车站 然后样子一直都没有变过 只是在不断的翻新 但是还是维持了本来的样子 看看是这样子的 整个都是木头和钢的结构 这就是木头的结构 前面是mediamarket 据说好像是不是曾经进驻过中国 干不下去就关门了 所以国外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中国本土 我现在到了我要进去了 各种各样的字 还有欢迎 看到没有欢迎 现在的大厅比以前大很多了 弄得还挺好的 我现在已经出来了 但是无功而返 这边工作人员 还说不能提供什么信息给我 所以我现在打算再去就职以前预约的地方 我再去问一下 现在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时间有点赶 但我还是想试一下 万一半成了呢 今天就算完成一件事 因为两个地方还有点距离 所以我得抓点时间 中午12点半就下班了 然后今天肯定人特别多 不知道能不能排到我 我现在下车 我现在下车了中潮外管局的方向走 旧旧旧旧的方向 它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坡上面 我每次到外管局去都非常的煎熬 因为要爬很大很长的一个坡 超级累 这感觉 这感觉去沿个千 还要先经过体力的考验 合格了才能去沿千 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坡度 这真的是超高的 反正这只是其中的十分之一 后边有更长的 我已经走了一半了 但是还有一半 很大的坡要爬 继续加油 已经完全搬家了 现在不开了 已经关掉了 然后收上去新的地址 这也太悲催了吧 反正我爬那么大个坡累死我了 但是他网上信息没更新 还说预约的话就在现在这个旧址 或者是打电话 打电话没用我就来旧址了 结果旧址已经关了 打电话一直没人接啊 好花钱 我竟然等了十分钟都没人接 我竟然等了十分钟都没人接 继续回家打电话吧 没办法 现在往回走吧 又要下这个坡 好长的坡 我刚才新职的工作人员跟我说 让我打电话 那看来就只能打电话了 但是打电话 什么时候才能接到呢 真的是很麻烦 而且上次打电话 让他发到我邮箱 他都没有发过来 再打电话有用吗 不过今天我倒是亲自验证了一下 旧址已经完全关掉了 没有业务在这边 已经全部都搬到了新的地址 所以如果需要颜签的话 就直接去新的地址 不过因为颜签之前要预约嘛 预约就只能打电话预约了 之前有网上预约 但是现在已经停掉了 然后他会发你的颜签的信息 包括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哪天什么时候 这些信息他都会发到你的邮箱里边 然后到颜签的那天 去市里边的新地址 直接去那边颜签就可以了 希望我的这次自己 亲身的体验对大家有帮助吧 不要有更多的人在跑冤枉路了 已经一分半钟了还没截通 我等到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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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 这儿了 我等到这儿了 这儿了 你拿出来 的 我顺便 就没有那么多人 这个地方 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